今天的早是早知道呢 請來知名的美食旅遊作家 韓良益 韓良益要帶大家來到 是位在林安站 所錄五分鐘的安居市場 這個市場是六張禮一帶 唯一的傳統市場 它有掌管六張禮知名肚子之稱 有什麼在地的人才知道的 必買必吃的一個清單呢 我們就要跟著韓老師腳步告訴你 它的食材非常多樣性 價錢也是蠻合理的 這個市場可以說是六張禮這一帶的 肚子都有它來掌管 老市長 您早 今天我是來到六張禮的安居街市場 另外一個名字是白蘭市場 不過我們附近的街坊 都叫它安居街市場 老闆娘 要怎麼挑冬筍 冬筍就是比較漂亮 頭大大的 後面比較漂亮 剝起來還有肉 我冬筍回家都會煮了柴草 先菜變再煮 對 對 就是這個原因 這個市場 這個市場特別的地方就在於 它的不特別 它不像南門或東門 會吸引到很多不同的人來 這裡部分都是街坊鄰居 非常反映了靈禮的 可以說是六張禮這一帶的肚子 都有它來掌管 你在這裡會有看到熟食灘 生鮮灘 蔬菜 魚灘 肉灘 還有很多日常生活所需的這個 雜貨這些東西 買豆腐好了 買這個 這個是嫩豆腐 買一盒嫩豆腐 這要放水嗎 對不對 回家明天要吃嗎 如果今天晚上隔夜才要的話 現在大部分的豆製品其實都是 飛機改 都是飛機改的 平常會買百葉結 對 因為那是 我父親是江蘇人 那他們喜歡用百葉結來燉肉 做醃肚仙 然後它有很多各式各樣的 那個豆腐製品 光是看豆乾 就有好幾種 然後油豆腐也好幾種 各式各樣 現在 油豆腐泡有嗎 油豆腐泡今天沒有 今天沒有油豆腐泡也賣完了 沒有 豆皮 我爸爸以前就是都跟他買 就延續我爸爸的習慣也跟他買 對啊 傳統市場就是這樣 來這裡感受到那種傳統的市場的生命力 事實上還有人生擺攤 還比說你看這些攤位 魚攤有這麼多個 肉攤 賣蔬菜攤子 有時候那個產品其實大同小異 你會發現說有些攤位生意特別好 可能跟它的食材比較好 當然是有關係 也可能跟它稍微價錢好一點有關係 可是我的觀察是 我常去那幾攤生意都很好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老闆基本上就是比較隨和的人 這一家魚攤我算是常客了 你前幾天推薦我的那個 免魚的肚很好吃耶 很好吃耶 那天我正好買到 運氣真好 對 剛剛沒有人家看到就買走了 今天才知道原來買魚尾特別便宜 而且魚尾骨頭還幫我去掉 我下次來我就要買魚尾 請他幫我把魚骨去掉 傳統市場的魚攤很能幹 我很喜歡這家就是它 光是鮭魚就分門別類分得很清楚 你可以看你的情況 需要來購買 你要送餐了 沒有啊 很可惜啊 現在菜少 我們來太晚了 剛剛好多 我應該先來你這一攤 它的菜是他們自己大西的農田種植的 它常常有一些很嫩的菜 比如說小的青江菜啊 小的芥蘭菜啊 甚至才買到西餐裡面 可以擁有到的芝麻菜 我當年還住在荷蘭的時候 回娘家 娘家在這裡 就一定會來吃 我自己私心以為啦 每個人口味不一樣 我真的覺得它是台北市最好吃的厚燒餅 天爐的厚燒餅 我建議大家吃的時候 就這樣口口吃非常好吃 或者夾蛋 我買了 還不算太多啦 你看很嫩的這個小白菜 然後我還買了 無刺的鮭魚塊 我還買了嫩豆腐 另外我還買了雞在下面 薰雞 我還買了這個大壺的草莓 因為快要下市了 把握季節趕快吃 那今天就買到這裡了 拜拜 您要做吧 您的胃部 您要做點一道 您要做好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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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您把3次